1995年播出了日本動畫 《新世紀福音戰士》 相信大家就算沒看過 也都聽說過這部現象級的作品 其中動畫片頭曲《殘酷天使行動綱領》 更是幾乎所有日本人都耳熟能詳 被稱為動畫界國歌等級的作品 而且根據日本兩大卡OK公司 JoinSoul跟Dame的統計 到去年為止 《殘酷天使行動綱領》 從1995年推出以來 所有某幾年有稍微掉到12、13名外 幾乎每年都一直維持在年度點唱排行榜的前10名內 其中在動畫歌曲的分類裡 更是沒有掉出前三名過 這首《殘酷天使行動綱領》 究竟為什麼這麼厲害 能夠長紅這麼久 而且你知道寫詞的人 到現在根本都不知道 新世紀福音戰士到底在演什麼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Kazbong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那些音樂背後的故事要帶你來看的是 《殘酷天使的行動綱領》 由於這次我的重點會著重在歌曲上 所以《新世紀福音戰士》到底在演什麼 就請大家自己去觀看並體驗當中的劇情了 1995年 當《新世紀福音戰士》這部動畫在日本播出後 收視率越來越高 由其劇情當中融合了許多關於哲學、宗教的元素 使《新世紀福音戰士》也被許多人評為 有100個人看就會有100種解釋的作品 後來更被冠上《神作》的稱號 而當年在動畫製作期間 導演安野秀明希望能用一首古典樂 來作為主題去使用 但最後這個提案被駁回了 因為用古典樂來當作動畫片頭曲 對觀眾來說太難懂了 後來一次安野秀明在和國王唱片執行長 大躍俊倫喝酒時 兩人攤好了讓國王唱片來負責這次的片頭曲 製作團隊希望做出一首輕快具有記憶點的歌曲 當年《新世紀福音戰士》中 所有的歌曲都是先寫出曲 然後才填入歌詞的 當然這首片頭曲也不例外 當時本來已經找好負責作詞的人了 但某次 作詞家擊穿綿子的經紀人 因為有事到國王唱片一趟 結果偶然遇到了執行長大躍俊倫 對方就趁機詢問是否能讓綿子來為這首歌填詞 擊穿綿子當時成為Wink、Coco等知名團體寫過詞 也打造過不少熱門歌曲 是個小有名氣的作詞家 就這樣 綿子跟製作團隊開了半小時的會 拿到了整部作品的企劃書 雖然當時動畫只做了兩集 但他就以快轉的方式看完了這兩集 並融會貫通企劃書上劇情的關鍵字 14歲的少年少女、母親、年紀大的女性 然後加上製作團隊希望他能把整首歌寫得很艱深難懂 講白一點就是塞一堆哲學性質的詞語進去 其他剩下就交給他自由發揮了 於是綿子開啟作詞模式 最後只用兩小時就把詞寫完了 並以秋尾忘讀的漫畫作品 殘酷之神所支配的命運 當作靈感為歌曲命名 加上動畫劇情中使徒所代表著的天使 最後融合了德語的論點一詞 完成了這首殘酷天使的行動綱領 有看過新世紀福音戰士的人 應該很能感受到這個歌名所呈現出劇情中的意境吧 而其實當初歌曲最後那句經典的 少年啊成為神話吧 名字本來是寫少年啊成為兇氣吧 但在日文中兇氣跟狂氣發音相似 所以聽起來會變成少年啊發狂發瘋吧 最後被電視台要求改掉 才成為現在這句少年啊成為神話吧 另一方面 講到這首歌的主唱高橋揚子 就要說到當年他從美國留學回到日本 因為才剛回國的關係 所以完全沒有工作跟案子結 這時他接到來自之前有受到過照顧的作曲家 大森俊之的電話 大森那時本來只是想邀請他為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片尾取 Flyming to the Moon參與多人翻唱的合作計畫 結果到了現場錄完歌後 執行長大躍俊倫就決定要讓高橋揚子來擔任片頭區的主唱 這突如其來的決定讓現場不少人感到驚訝 這大概就像真四第一次做上綽號機那樣這麼突然 於是高橋揚子就說了一句 啊真四哪你沒辦法 就成為這首殘酷天使行動綱領我們所熟悉的主唱 後來這幾年內殘酷天使行動綱領轟遍全日本甚至是全世界 高橋揚子也推出過殘酷天使行動綱領 1996年版、2009年版、導演剪輯版 Remix for Peace版、Motory Spirit版等多種版本 也在2021年的日本紅牌上以特別節目的形式演出了這首歌曲 可以說這首歌就像是高橋揚子的名片一樣 從27年前就跟他心靈不離 而作詞的集穿免子在寫出這首歌後 被許多人冠上王牌作詞加的稱號 每年光11號殘酷天使行動綱領的版稅收入就突破3000萬日幣 如而影片開頭講的 這首歌從1995年推出以來 每年一直維持在卡拉OK點唱排行榜前10名內 再加上日本許多薄清歌祭台也會使用這首歌 只是今日 綿子投過這首歌賺入估計超過6億日幣 但錢來得快又多 也讓綿子對金錢漸漸失去價值觀 他曾經在37歲時結過一次婚 但也在童年離婚了 後來去國外旅遊時認識了一位小他18歲的土耳其男子 對方聲稱非常愛他 卻一直讓綿子匯錢給他 從一開始要處理土耳其的護照這種小事 到後來綿子還出錢幫他成立旅行社當老闆 前前後後總共在這位土耳其老公身上 花了超過上億日幣 最後兩人離婚後 他還繼續跟綿子要錢 綿子甚至一度存款只剩3萬日幣而已 但綿子上節目講這些事的時候 他說 雖然一開始很氣但後來漸漸轉變為難過 現在則覺得很好笑 並說對方其實還蠻有趣的 反正失去也只是錢而已 他這樣說到 直到今天 綿子仍然不知道新世紀福音戰士在演什麼 到底是誰在打誰他根本不清楚 因為對他來說 他的工作是作詞家 當歌詞完成後 這首歌就不再是自己的東西了 他也不會再深入研究下去 面對媒體說出自己創作這首名曲的背景故事時 他還說 如果讓大家幻想破滅的話真是不好意思 雖然這樣講 大家可能會覺得綿子的思考方式有一點特別 但不論別的 在他本質作詞方面 綿子是真的很有一套 從業後寫了超過1000首歌的詞 合作過的歌手數不深數 又多次為廣告、電影、電視劇打造主題曲 被稱為王牌作詞家理所當然 他曾經在2018年出了一本叫做 《急穿綿子流》作詞樹的書 當中寫了許多關於他自己在填詞的秘訣 像是因為當時有不少動畫主題曲都會要求將片名寫進歌詞當中 舉例來說 海賊王動畫的第一首片頭曲 除了歌詞跟劇情有相關以外 當中還有創造的One Piece這個詞 這樣做可以讓觀眾更好地將歌曲與動畫連結起來 所以當初接到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寫詞工作時 綿子就詢問製作人是否需要將片名放進歌詞中 而製作人給的回答是 不放也沒關係喔 讓他感到驚訝 所以大家在歌中不僅沒聽到跟 新世紀福音戰士這幾個字相關的詞語 甚至連EVA都沒有提到 這也使得殘酷天使行動綱領不會被動畫給綁住 而是能套用在每個聽者的生活當下的心情中 也是綿子認為這首歌能夠如此長紅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來就是綿子在寫詞的時候 比起詞的意思 他跟看中節奏旋律感 主唱高橋楊子就曾經說過 他在試唱這首歌的demo時 那時還沒有歌詞 所以他就只能用啦啦啦啦的方式來唱 當下覺得這首歌也太難唱了吧 但是當綿子的歌詞加入後 歌詞就好像跟曲子達成400%的同步率 非常自然的就唱了出來 不知道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大家 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明明只聽了一遍 但是第二次聽的時候 就可以跟著歌詞一起唱起來非常的神奇 也難怪這首歌能夠長年佔據日本卡OK 點播榜的前段班 可以說是完全不讓人感到意外啊 這幾年也有不少人討論說 究竟有沒有能夠超越殘酷天使行動綱領的動畫歌出現 隨著時代進步更迭 每一代人心中自然會有自己認為的神曲存在 我認為不需要去比較 畢竟就如同新世紀福音戰士中提到的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存在 我們永遠都不可能互相理解 因為大家都有著個體差異性 也正是因為這種差異性才造就了人類的特別 不管是不是神曲 只要在你心中佔有一席之地 並在日後影響著你的人生 對自己來說 神曲到底是什麼 似乎也就沒有這麼重要了